台湾争取历史上第一次的少棒大满贯 目标呢一步一步的达成 以桃园归山国小为主的中华少棒队 昨天在韩国呢以11比1打败了韩国A队 拿下美国小马联盟世界少棒大赛亚太区的冠军 也拿到了代表权 下个月要去美国参加世界大赛 前天白日满地缝的国旗在韩国首尔的棒球场飘扬 因为中华少棒队昨天打败韩国A队 赢得美国小联盟世界少棒大赛亚太区锦标赛冠军 也拿到八月前进美国世界大赛资格 比赛第一局台湾小将就拿下一分赢得好彩头 比赛过程中选手们个个睁大眼睛 关心比赛状况 全场可以说是台湾天下 不但集出安打还有四支拳雷打 在第四局一口气拿下6分 最后以11比1在第五局提前结束比赛 于是棒球队由教练李正达领军 以桃源县归山国小为主 其中主力投手方彦勋 蒙特利我會更努力 方彥勳獲選為大會MVP 總教練李政達也獲選為最佳總教練 中華隊上一次贏得小馬聯盟少棒賽冠軍 是在2000年 距今已經10年 現在順利通過亞太區的考驗 預計8月前往美國蒙特利 期待在世界賽也能打出好成績 記者綜合報導